大家好,我是新月 现在呢是非常适合吃香春的机器 现在我们家的树上呢就已经长满了 这个时候在超市里面也可以看到香春的影子了 今天的香春不炒鸡蛋也不凉拌着吃了 来分享一个独特的新做法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那就给我一个一圈三连吧 我们先把鸡蛋放在一个干净的碗里面 鸡蛋在出厂的时候 表皮会残留许多的脏东西还有粪便 然后倒入一碗温水 让鸡蛋在水中浸泡一小会儿 把香春转移到一个大盆子里面 加入一勺食用盐 食盐呢有着沙毒的作用 再加入一勺小苏打粉 小苏打有着很强的去污能力 然后倒入一碗滚烫的温水 下手像这样简单的抓洗一下 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 香春根部和叶子上残留物还有虫乱 小苏打和盐水的结合呢 可以把香春清洗得更加干净 而且还可以保持香春翠绿的颜色 我们直接给它抓洗干净就可以了 多给它抓洗一小会儿 清洗干净以后给它放在案板上 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吃香春要不要焯水 那你感觉需不需要焯水呢 我个人感觉不焯水也是可以的 用我们传统的方法来制作 不焯水也是非常健康的 只要彻底的清洗干净 把上面的脏东西和虫乱全部洗掉 就可以放心的食用了 这个根部的比较偏硬一点 我们就不要了 留下杆和叶子的部分 我们直接给它切成小段 这个小段大概控制在一公分半就可以了 切好以后用手给它抖散 最后收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这个鸡蛋在温水里面浸泡了一小会儿 鸡蛋表皮的脏东西呢都已经开始软化了 上面脏东西也会很轻松的就脱离了 我们简单的抓洗一下 把这个鸡蛋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我们把鸡蛋打入盆中 在里面加入两勺食用盐 大概5克左右 让香葱和鸡蛋留一个底味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香葱均匀的粘锅上一层蛋液 先把香葱滋润一下 搅拌均匀以后先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去小菜园里面刨上一根胡萝卜 先把它的外皮去掉 再把胡萝卜的头部和尾部切掉 然后我们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以后再切成细丝 再把胡萝卜丝分成三等份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收起来放在小碗里面 下面准备一把粉丝 用剪刀给它剪成小段 像这样就可以 锅烧干以后倒点食用油 这个油可以稍微多来一点 先开大火把油烧了 当油温烧到筷子放进去 会冒起密集的小气泡的时候 就说明油温已经烧好了 我们不用转小火 分多次少量加入粉丝 大概一秒钟就已经完全炸酥了 把炸好的粉丝放在案板上 用不怕烫的小手给它捏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调一下馅料 加入切好的胡萝卜丝 放上炸好的粉丝 粉丝放进来以后 先用筷子搅拌一下 粉丝经过油炸以后呢 是能吸收水分的 可有效地锁住鸡蛋里面的汤汁 吃起来会更加有层次感 搅拌均匀以后 简单来调一下味道 加入少许13香 一勺香油增香 再四搅拌均匀 把它转移到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在里面加入三勺普通面粉 再四小盒均匀 这个面粉呢 也不要加入太多 最后搅拌到盆中没有干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电饼铛多喷上一点食用油 然后把搅拌好的香醉面糊 倒在电饼铛中 先用铲子整理一下 让面糊在锅中摊成一张大饼 然后撒上一层黑黑的白芝麻 作为点缀 又香又好吃 盖上盖子 先开大火煎至两分钟 把电饼铛的上盖也给它打开 两分钟以后 把电饼铛烧成中火 再煎至两分钟 全程烙至四分钟左右 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现在的饼呢 基本上已经开始定型了 而且已经非常香了 我们用铲子从边缘给它调起来 想办法给它翻个面 让香醉饼呢 上面也给它煎一下 哇太漂亮了 然后再次盖上盖子 烙至一分钟左右 中途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多翻面几次 像这样可以把这个饼 彻底的烙熟 也可以让饼在锅中受了均匀 卷成在锅中烙至五分钟左右 我们的香醉鸡蛋饼呢 已经完全烙至熟透了 这个饼子的香味呢 已经满无飘香了 另外一个铲子 给它想办法出锅 直接放在案板上就可以了 接下来趁热给它切成小块 先横着切几刀 切好以后 像这样把它挪起来 用刀切成小块 更方便食用 像这样就可以了 切好以后 直接盛入盘中 这样做出来的香春早餐饼呢 味道是非常香的 香春的味道是非常浓郁的 搭配着鸡蛋和胡萝卜 营养也会更加丰富 里面的粉丝馅料吃上 就会更加有腾刺感 用来当做导餐 当做菜品都是可以的 上锅五分钟就可以做熟 这么一大锅了 足够一大家能吃了 学会这样的做法 你就一定不会再喜欢吃香春炒鸡蛋了 创作不易 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 都将是我们不断成长的动力 连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 家常美食视频 我是心愿 我们下次再见